伪纪录片放送禁止 将那些以某种原因而为禁止播放的视频素材进行重新剪辑 呈现给观众 每一集讲述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而有关故事真相的线索 则是被导演长江俊河隐藏在镜头中的细节之处 由观众自己去发掘故事背后的真相 所以需要观众自行脑补的东西也会有点多 第一集这个故事名叫《狂人之焰》 故事一开始 说是有几个年轻人为了找刺激 进入了一栋废弃大楼 由此体验了一段可怕的经历 而现在设置组就要去采访其中一个当事人 这个帅哥名叫大乔 他开始跟节目组讲述他和另外三个朋友的经历 大概三个月前 他和朋友福田以及另外两个女生 进入了一栋据说会闹鬼的大楼市场 当时他们进入大楼时已经是晚上12点51分 请注意福田戴的这个手表后面还会再出现 大楼内一片漆黑 福田拿着手电筒乱晃 故意吓唬两个女生 大乔在后面用摄影机记录 当时其实啥也没发生 等他们从大楼出来后 发现福田人不见了 他们以为福田提前跑回家了 但后来了解到 福田那天根本没回家 之后也一直联系不上 他就这么消失了 两个女生中的佐藤 在福田失踪后不久 也失踪了 另一个女生前田 从前几天开始也联系不上了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三个朋友陆续神秘失踪 大乔觉得很害怕 担心自己身上也会发生怪事 这三人究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摄制组为此采访了精神科医生 这个大叔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说这是集团性歇斯底里镇 这些年轻人都有一种 既害怕又好奇的心理 想去鬼屋就真去了 在那种环境下 很容易产生恐惧感 出现幻听或者幻视什么的 也很正常 然后就像被催眠一样 回不去了 失踪三人的家人很快就报了警 并登出了寻人启事 但警方认为三人的失踪 并没有太大关联性 因此也没有开展全方位的搜查 摄制组为了调查失踪事件之谜 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之前进入过的那栋大楼 在大楼前 摄制组采访了这栋楼的管理员财钱 跟他说了最近发生的失踪事件 财钱表示自己对此也很困扰 那些有关大楼的谣言 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说着就让摄影师不要再拍了 摄影师将镜头移开 然后又偷偷地将镜头上移 注意 财钱此时戴着的手表 似乎跟福田的那只手表很相似 财钱说 这栋楼大概已经空置三四年了 对三个年轻人失踪的事 他也不清楚 发现摄影机又在对着他拍摄时 财钱连忙挡住镜头 推开摄影师 在取得大楼所有者的许可后 摄制组被允许进入大楼取材 财钱给他们开了门 几人进入大楼后 感觉里面空气有一股很重的发霉的味道 虽然是白天 但感觉阴森森的 摄制组来到三楼 这里就是大桥他们四人之前来过的地方 整层楼都空荡荡的 没有办公桌或者办公室残留的痕迹 注意 地面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Z字形涂鸦 摄制组当天并没有发现 有关福田他们失踪的线索 但之后他们来到失踪的前田家中采访 却在前田的卧室 发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 在前田的教科书中 有一部分页面画着大大的Z字形符号 这与之前摄制组在大楼里拍到的Z字形涂鸦 有什么联系呢 摄制组决定再去问问大桥 但大桥却联系不上了 在大桥公寓楼下可以看到 财前也在这里 感觉像是在跟踪摄制组一样 摄制组上楼后 财前也在楼下看着 大桥的房间内无人回应 当天 摄制组一直在等待大桥回家 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大桥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 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 他就跟那三个朋友一样 也失踪了 记者在大楼前讲述 四人失踪事件时 可以看到 财前又站在后面的大楼旁 正看着记者他们 摄制组认为 四人失踪的原因应该就是那栋大楼 于是打电话给大楼的所有者 N先生 但N先生不愿现身 只接受电话采访 N先生表示 那栋楼一直以来都卖不出去 自己也很困扰 管理公司也不怎么管 现在出现有关闹鬼的传言 说不定原因就在于管理公司 这个N先生还告诉记者 一件奇怪的事 说之前有一家公司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是一家出版社 完全联系不上了 那家公司当时所在的楼层 就是画着Z字形涂鸦的三楼 公司法人名叫腾堂郡二 紧接着 摄制组就来到一个山里的别墅区 因为腾堂郡二的山庄就在这里 这个腾堂郡二自称是个超能力者 他有个笔名 叫以古顺时 腾堂发表过很多预言 这些预言都很荒诞 而且他的超能力也一直受到质疑 没什么人把他的话当真 但他的这个笔名 以古顺时 确实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记者他们将车停在别墅前 准备要去采访腾堂 可以看到 在后面的别墅旁边站着一个人 正在观察记者他们 这个人似乎就是那个大楼管理员 裁前 记者敲门后 在门外等了一分多钟 腾堂才出来开门 进入房间后 记者开始进行采访 但腾堂也没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他说自己对失踪事件并不知情 多年前 因为自己有了别的想做的事 所以就把公司关了 记者问他 别的想做的事具体是指什么呢 腾堂表示 自己觉醒了 记者继续问他 说觉醒啥 难不成是超能力吗 但腾堂却说 请不要使用超能力这个词来形容 记者又问 说是什么契机使你获得了那种能力呢 是和那栋大楼有关吗 但腾堂却突然暴躁 大声说道 你们根本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能力 记者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大发脾气吓得有点懵 紧接着 腾堂又向记者道歉 说我的能力是真的 我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能力 记者问他 说那栋建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所谓的他们又是指什么呢 腾堂表示自己真的不了解四个年轻人失踪的事 但他认为 他们一定是以自己的意志消失的 因为他们被引导了 至于什么是被引导呢 腾堂就没有解释 而是开始展示他的能力 他抬起手 在空中缓缓地画了个Z字 也有可能是以字 反正就是那个字形吧 然后桌上的杯子突然就自爆了 把记者他们吓了一跳 腾堂继续画Z字 接着 身后的坛子也爆了 墙上的相框玻璃也爆了 这时 导演就说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 您就此打住吧 腾堂这才停下来 但他又说 只要我想的话 让你们脑袋裂开也不是不行哦 要试试看吗 说着就大笑起来 然后又开始画Z字 这时 导演就双手抱头 就好像头真的要裂开一样 很痛苦的样子 摄影师看情况不妙 就拉着记者要逃跑 陡址 楼 在这段录像的最后 记者躺在一个角落里 神志不清地抬起手 在空中缓缓地画起了Z字 此后记者 导演和摄影师就都失踪了 腾堂的山庄只留下设置组的车子 和采访器材 以及在摄影集里的若干份录像带 从那天起 腾堂也下落不明 三年之后 放送禁止节目组为了寻找 当初失踪的设置组 再次来到了腾堂的山庄 但现在这里正在被转卖 以荒无人际 节目组从附近的居民那里了解到 在记者三人失踪的同一天 有人见到了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也就是UFO 当时看到UFO的人还挺多的 他们还拍了视频 记录了下来 节目组咨询了专门研究UFO的专家 专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说有些地方是各种能量的交汇点 那些地方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神秘现象 比如UFO 那种地方由于处于不同次元的交接点 可能会有突然出现或消失的现象 三年过去了 依然没有获得这一系列失踪事件的线索 而那栋大楼到现在依然还没有卖出去 之后的调查发现 大楼的所有者N先生也失踪了 N失踪后 政府也一直计划拆除大楼 但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搁置 所以大楼至今依然存在 关于这个故事 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那个大楼管理员裁钱了 多次在不同场景的角落里反复出现 最后甚至出现在藤堂的别墅里 还有他戴的那个手表 也许就是失踪的福田的手表 记者他们进入大楼时 是财前用钥匙给他们开的门 而大桥他们进入的时候 门好像没锁 他们直接就进去了 说明里面可能有人忘了锁门 然后就是那个Z字型的符号 这个Z跟藤堂的笔名 以古顺势的以字也很像 还有财前这个名字的英文首字母也是Z 大楼的所有者N先生 这个N字给他旋转一下 不也是Z吗 藤堂展示超能力时在空中画Z 记者最后也是神志不清的在那画着Z字 所以结合这些线索 可以推测 藤堂财前还有N先生应该都是一伙的 他们可能是一个邪教组织 专门通过洗脑或催眠来控制他人 那个大楼就是他们组织的据点 大桥他们进入大楼后 福田可能撞见了财前 然后被干掉了 所以他的手表出现在了财前的手腕上 之后财前依次把左藤 钱田和大桥都给洗脑了 这就是他们莫名其妙失踪的原因 藤堂的超能力其实是假的 那暴力的杯子和弹子什么的都提前动了手脚 这是他洗脑的手段 至于导演为什么会头痛呢 也许他就是个拖 那也就是说他也是邪教成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策划整个采访事件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确实没太想明白 片中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也许就像片尾字幕说的那样 把事实重叠在一起 也未必一定能到达真相